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油呢 昨天下跌幅度比较大 受到中东沙特地区石油恢复产能的利好影响 那么石油价格是大幅下跌 那么黄金价格呢 是继续徘徊在1502美金左右 中国开盘指数呢 这个大盘目前上证呢 是轻微上涨 目前报价13800点 香港方面呢 香港恒生指数是轻微下跌 比上证表现稍微要差一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昨天的金融市场里面 金融巨头索罗斯呢 出现了这个在香港 据说是亏损了24亿港币 那么索罗斯呢 在香港的交易频频受挫 屡败屡战屡战屡战屡败 那么究其原因呢 还是因为他面对的竞争对手 或者是在股票投资上需要注意的 那么不是之前他在海外做到的机构 而是中国国家队 或者说是政府 那么对于可以调控市场的这个政府政策上的手段 索罗斯这次呢 是如何亏损了将近24个亿的港币 那么在最近几个月 我们看到的是香港方面股市也好 政局也好 它是频繁的出现了一些动荡 那么索罗斯为首的海外做空机构呢 就大肆在金融期货上 金融合约衍生品上面做空香港股市 我们看到了啊 做空之后呢 是8月份的香港股市大幅下跌了 最高是接近了3000点啊 接近10%的下跌幅度 8月13号呢 香港港交所期货期权方面的成交总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么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是啊 索罗斯可能之前一路顺风顺水 那么在8月份 9月份之后呢 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问题 那么香港政府在9月4号 出现了一个举措啊 就是反送中的这个法案 那么撤回了 所以呢 香港股市当天暴涨4.6% 但是呢 在此之前那一天啊 我们看到的就是 啊 下午9月5号 我们得知了这个消息 就是说港交所的电子交易系统出现问题啊 停止交易 所以说呢 索罗斯在这个下午的时候呢 上涨之前 那么它的空单是没有办法交割掉的 因此呢 有点像闭门打狗啊 把整个啊 期权衍生品给停掉了 所以说呢 第二天开盘一路上涨之后 那么索罗斯或者是他所代表的这种海外投资机构 亏损就非常的严重了 那么在金融市场上 我们通过这件事情能够得到的结论就是 当年赤茶风云在聚集英放 聚集亚洲四小龙各个国家货币队的这个索罗斯的集团 面前呢 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一些能够学习到的东西 那么就是说不要太贪心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不要和可以做国家调控的宏观经济或者宏观金融市场做对抗 那么一定要顺应趋势啊 就像我们买房子也好 那么我们要知道政府希望房价以什么样的速度上涨 那么股市上涨对哪些机构或者是政府机构有利 那么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啊 目前GOMAC可以做一些美股的投资 除此之外 澳洲股市 美国股市两个股市呢 大家都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资产的分配 调控 那么香港方面呢 我们是要延后啊 一直是要等美股在上市之后几个月 再会上线香港方面的股票 那么美股和澳股呢 整体上的区别 大家可以去简单的了解一下 首先是交易时间上的区别 澳洲股市呢 是早晨10点到下午4点 那么美国股市呢 就是晚上的11点半开盘之后 大家可以自由去交易 除此之外呢 公司方面也是有极大的不同 美国方面的公司呢 大部分都是轻资产型的公司 以科技公司为首 并且呢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全球化经营的 但是呢 在澳洲上市 我们看到的本土企业呢 基本上是以矿业和土地啊 就是银行为主的 大家基本上属于是卖资源的 所以说呢 在长期来看的话 如果是在未来经济形势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而卖本土资源得不到很大的提升呢 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全球资产培制 那么就是海外能够有投资啊 对企业 比方说麦德劳 耐克公司在过去的三四十年 涨了三四百倍 甚至五百倍 那么这样的一个涨幅 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能够走出去 澳洲的企业如果只做澳洲市场一两千万的人口 那么它的市场是份额非常小的 包括A2 之前拓展海外市场失利了 因此呢 股价受挫 这个呢 都是直接影响股价上涨下跌的关键因素 所以说呢 大家在做全球宏观条这个投资的时候呢 一定要观察这家公司是否能做全球化的 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可能开展业务 这样的公司呢 就值得我们去挖掘 去分析 去投资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想要参加我们摩尔本北区和悉尼的活动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点击报名注册 然后看一下详细的时间和地址 谢谢大家